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话声音都不对劲了 是死去的人说话的声音 你抽吧 抽死他 我也不疼 结果 这些人不敢抽了 有人打电话叫救护车 过一会儿车来了 医生拿了一根很粗的针管 装着镇静剂 一管子全打进去 如果是普通人 不用这么大剂量 也肯定睡着了 结果 对他仍然不管用 还哈哈大笑 很有精神 到处乱蹦乱跳 一声一看不行 走了 这些人又打110 警察来了一看说 我们抓的是逃犯 又不管鬼附体的事 你们找懂这行的人来处理吧 说完也走了 就在大家正发愁时 有一个人想起 附近有一位法师 就打电话联系 结果 法师正在外地回不来 就派了一个女居士过来 这个女居士来了之后 什么也没问 义和长对着他就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第一声念出来 被附体的男士扑通一下倒地 附体的鬼也跑了 因为刚才给他打了药 所以立刻就睡着了 这是真的鬼附身 鬼害怕佛号 因为鬼是阴性的 我们常说 阴间是阴性黑暗之界 而这句名号是石香身 明体一入 明号和光明融为一体 不管任何人 只要称念名号 当下就放出佛光 鬼就吓跑了 念佛之人 不管走在哪里 一念这句佛号 鬼一听到 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 鬼的重要特点就是害怕听到佛号 如果在他身边念佛也不管用 那就说明不是鬼附身 是另外的症状 另外的症状 一般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就是医症 医症是中医疾病里的一种名称 症状之一就是胡说八道 乱说一些鬼话 说自己是死去的某某某 或者说自己是什么神仙等 为何会有如此的症状 是由于身体中胶 气血组织 气质血瘀 气血瘀住了 不流动堵在哪里 为什么会堵 主要是生气 有些女人心眼小 动不动就生气 这一堵气 气就憋在中胶 还有一种人 胆子特别小 突然受到了惊吓害怕 血就凝固了 瘀在中胶不能流动 就出现头顶弓血不足 脑子就空了 对于这种疾病应该怎么处理呢 如果她闹得不行 就给她打一针安定剂 一针下去就睡觉了 真正被附体的人打针下去也不睡觉 如果不是鬼附体 是医症的人就会睡觉 还有一种说胡话的人的情况 是妄心所现出的境界 为什么说胡话 就是因为看到了一些别人看不到的虚妄境界 这就是冷言经讲的五十种阴谋 五阴五蕴是色 受 想 行 使 每一蕴 各有十种 共五十种 这五十种阴谋 绝大部分是自己的妄心导致的 由于对正确的思维分辨不清 产生了一些不该有的想法 然后摩得其变 就现出了一些境界 例如 摩变成了佛菩萨的样子来欺骗她 这是其中一种摩境界 有的人想见佛 见菩萨 还有的人想见鬼 想见到地狱的情况 有什么心就会出现什么境界 有这种望见境界的心就会引鬼上身 出现鬼跟你相应 而自己还不知 所以 学佛应该无欲无求 也不要贪求见佛 只求往生极乐世界成佛 老老实实专称一句名号 养丈夫的愿力 求生西方 有什么心就会变成了佛菩萨